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能神教会》实施大规模的镇压抓捕 那时几乎天天都有弟兄姊妹被抓 有的证据会就被抓了 有的警察晚上去家里抓人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不知什么时候警察就会破门而入 当时我接待两个姊妹 一天晚上十一点多 我们都已经休息了 突然一阵敲门声就把我惊醒了 我心想 这半夜三根敲门难道是警察 我赶紧和两个姊妹 分头藏神话书籍和教会的物品 外面的这伙人一边敲门 一边用钥匙开门 每一会儿又传来 咯咯咯咯敲门声 我紧张地在屋子里来回地走 一个劲地祷告神 神啊 好像是警察在撬我家房门 我该怎么办 怎么才能保护好两个姊妹 神啊 劝你帮助我 使我的心能安静下来 祷告完我的心平静了一些 门外的一伙人一会儿撬门 一会儿呢又咚咚咚地砸门 那声音在深夜里显得格外地恐怖 最后外面的人折腾了半宿 门也没打开 当时天刚蒙蒙亮 我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喊 往这边点 再往这边点 我从窗栏缝 看到楼下有一个中年男子 正仰着头在指挥楼顶上的人 我意识到 他们上楼顶要从窗户进我家 我们这栋楼一共就六层 我家住五楼 不知他们什么时候 就会突然破窗而入 我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我又顺着窗帘缝 看到楼下 单元门口正停着一辆警车 和一辆白色的大轿车 我就更加确定 敲门的这伙人就是警察 我回到门口听听 外面没有什么动静 透过门禁看到门外也没人了 我猜测他们都上顶楼了 兴祥 两个姊妹年纪还小 不能让他们落在警察手中受苦心 我就急忙让他们先走 我打开房门 门口被一块大石头 和一个大摩托桌子给顶上了 但我没费什么劲 就把门推开了 我才心里感谢神 感谢神 姊妹们走后 我故作正经 也走出了家门 路上 我发现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在跟踪我 我在心里不停地呼喊 求神加给我智慧和胆量 想到神的话说 不要怕这怕那 万军之全能神必与你同在 他做你们的后盾 做断牌 有了神的话引导 我心里平静了一些 我换了两次出租车 又去商场呢 买了衣服和包换上 最后把跟踪我的人甩掉了 去了亲戚家 在那里躲了三天 最后回到了我在 另一个城市的家 这是虎口脱鞋 躲过一劫呀 是啊 那天我到家后 心里就一直不安 想着警察会不会找到我这个家来抓我 晚上我也睡不着 想着还得再找地方躲躲 没想到呢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 四个警察就突然闯进我家 拿着从我身份证上放大的照片 说你就是姓权那神的 我们要收你的家 说完就开始分头犯东西 屋子里被犯得乱七八糟 犯出了五千九百元现金 一部手机和一本圣经 都被警察爷 例行公务的名也给拿走了 这不就是土匪的事啊 是啊 后来他们给我戴上手铐 带到了市公安局 到了下午四点多 一个警察把我压上警车 一上车就用一件厚衣服 把我的头蒙得炎炎的 蒙得我快喘不过起来 我不知道他们会拉我去哪里 会怎么折磨我 我心里很害怕 就不停地在心里呼求神 求神保守我的心 不管遇到什么环境 都能赞助见证 不背叛神 阿们 一个多小时后 车停了 一下车 他们摘掉我头上的衣服 我看到车停在一个大院子里 院子里有一栋挺长的二层楼 四座空旷 几乎就没有人家 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一个警察对我说 你知道这是啥地方吗 这是专为你们信全能神的人 盖着集中营 进了屋 他们把我靠在老虎凳上 八九个警察就围了过来 一个三十多岁的高个男警 问我 你们教会的钱在哪儿 带领在哪儿 是谁给你传的福音 你们都在哪里聚会 我反问 教会的钱是神选民献给神的祭物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是 警察气急败坏地 死尽打了我几个耳光 我的脸被打得火辣辣的 这时外面传来几声狗叫声 一个警察又恐吓我说 这是荒郊野外 我们审讯死个人那是常事 死了往后院一扔 谁也不知道 让大冷狗吃了 连尸体都找不到 听了警察这话 我心里很害怕 这帮警察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是 在这荒郊野外 要是真把我打死了胃狗 那家人连厮守都找不到 我越想越难受 就在这时 我突然想到神的话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阿们 是啊 神掌管一切 主宰万有 我的命也在神的手中 警察只能撒害我的露铁 但取缔不了我的灵魂 我不能硬怕死就背叛神 是 神的话加给了我信心 我的心平静了很多 就说 死就死 我被你们抓住 就没打算要活着出去 警察又逼问我 带领的姓名 弟子 我质问他们 宪法不是明文规定 信仰自由吗 我们又没做违法的事 为什么要抓我们 是 我花音刚落 一个警察就气急败坏地 拿起桌上的材料 卷成卷 死尽往我头上抽打 另一个警察呢 就走到我的身后 死尽抠我两侧的肋骨风 顿时 这肋骨像断了似的 痛得我头发脏 呼吸困难 忍不住我就打脚了出来 他们一边抠 一边还比我交代 见我不说 就反复抠我的肋骨风 我被折磨得 浑身贪软 没有了力气 真是魔鬼 是 是啊 我就祷告神 神啊 我害怕自己身量太小 承受不住警察的折磨 愿你加给我信心力量 能胜过肉体的软弱 祷告完 我想到一首神话诗歌的一段话 你得为真理而受苦 为真理而献身 为真理而忍受屈辱 为得着更多更多的真理 而忍受更多更多的苦难 这是你该做到的 阿们 神的话激励着我 我们今天跟随基督 就得为得真理受一切的苦 我有了为神赞助见证 不向撒旦黑暗势力 屈服的决心与勇气 审讯时 我从警察口中得知 那天晚上敲我家门的 是官分局的人 他们跟踪我接待的带领 好几个月了 带领也已经被他们抓了 他们还收到了 九百万元的寄物 真说的时候 一个警察还进来笑着说 又收回五十万 听到这话 我心里特别气愤 那是弟兄姊妹奉献给神的寄物 他们凭什么抢夺 真是魔鬼 是啊 太可恨了 该找神咒诅 是 那天 他们软硬监视地责磨我到深夜 见我一直不说 一个警察咬牙切齿地说 你们这些性全能神的人 比刘虎兰还刘虎兰 今天要是不给你的厉害的 你是不会说的 我就不信 收拾不了你 说完 他就打开我的手铐 把我的两手呢 就环扣在老虎凳 两边的立柱上 又把老虎凳呢 向后推倒 我当时整个身体就仰面操天 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 一个警察又恐吓我说 在你之前 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一个半小时就糟了 我看你能听多久 一会儿又讽刺我说 你信的不是全能的神吗 他咋不来救你呢 你让他来救你呀 这说什么鬼话呀 对啊 听到警察嘲讽亵游的话 我心里也特别的疯狠 这些警察示意攻击神 亵渎神 真是一伙仇恨真理 抵挡神的恶魔 当时他们把我折磨得很虚弱 又被悬掉了两个多小时 身体达到了极限 连呼吸也困难了 我心想 再这样下去 我是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丈夫和父亲刚刚过世 家里还有七十多岁的母亲 和正在上学的孩子 我要是死了 谁来照顾他们呢 孩子已经失去了父亲 我母亲也承受着 失去亲人的痛苦 我要是再死了 他们能承受得了吗 当时我心里特别挣赞 要不就少说点 他们心绪就放了我 可我要是说了 不就是背叛神当犹大了吗 这时 我想到神的话说 为什么不把这些 交托在我手中呢 是信不过我吗 还是怕我 为你安排得不妥当呢 是啊 天地万物都是神掌管 母亲和孩子的一切 都在神的手中 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想到这里 我就跟神祷告 神啊 母亲和孩子的命运 都在你的手中掌握 我愿向你交托仰望 今天不管事事事活 我都愿认你摆布 宁死也不背叛神 阿们 阿们 祷告完 我心里平静了很多 也做好了死的准备 之后 我竟然感到自己身体 似乎在慢慢地往上飘 竟然奇迹般地 感到不再那么疼痛了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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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警察看我快不行了 就把我从老虎灯上放下来 当时我浑身贪软 全身开始不停地抽搐 整个人就控制不住地 往一起缩 我感到自己 全身都僵硬了 他们使劲就摆我的两只手 都摆不开 不知道这样 折腾了多久 天快大亮时 我才少感觉缓过来一些 一个警察对我说 昨天要是你不抽 我们就用绳子 把你四肢绑上吊起来 听到这话 我心里 默默地感谢神的保守 当天晚上 他们把我送到了 当地的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 一个狱警上下打量我 说 这人都这样了 要是死在我们这儿 谁负责呀 押送我的两个警察 和狱警交涉了一会儿 狱警这才勉强收下我 检查身体时 医生说我心脏挺弱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到了晚上 他们让犯人 一会儿就摸下我的鼻孔 看还有没有气 半个月后 家人花钱脱关系 给我办了保外就医 出看守所的当天 警察跟我要了一万元的罚款 并警告我说 你不能随便离开本地 电话得24小时开机 谁叫谁到 要是再被抓到 不会让你走出监狱的大门 我回到家 家人和同事告诉我 警察去我单位 亲戚家 还有门卫处调查我 造谣说 我是倒卖人体 器官组织的头目 真是 他们就用这样的借口 来查我的存款 家人都数落埋怨我 亲戚朋友也都嘲笑远离我 我心里特别气愤 这不是栽赃陷害 无中生有吗 是 这也太邪恶卑鄙了 就是 是啊 我信神是好事 是走正道 这些警察竟给我造这些谣 让我在亲人和同事面前 都抬不起头来 我感到人格受到了羞辱 有些软弱 想着 要不以后 不要出去进本分了 就自己在家行吧 我想到神的话说 你是一个受造之物 理当敬拜神 追求有意义的人神 你不敬拜神 活在污秽的肉体之中 不就成了衣冠禽兽了吗 是 你既是一个人 就应该为神花费 忍受一切痛苦 就你现在受这点苦 你应心里高兴踏实地接受才是 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神 像约伯 像彼得一样 你们这些人 是追求正道 追求进去的人 你们在大红龙国家站立起来 是被神称为意义的人 这不是最有意义的人神吗 阿们 从神的话中 我明白了 信神尽本分 是一个受造之物该做到的 这样活着才有价值 有意义 是 我怎么因着受羞辱 而后悔尽本分了呢 这对神哪有一点真实的信心啊 是啊 警察造谣毁谤我的名神 就是想让我远离神 背叛神 我不能上撒旦的当 虽然不信神的人 即将毁谤我 但这是为意受逼迫 这苦 受得有价值有意义 阿们 不管警察怎么毁谤 侮辱我的人格 损坏我的名神 我也绝不背叛神 信神的路 我是走定了 想到这儿 我挺起了药 再也不怕受羞辱了 感谢神 感谢神 我想到了一句神的话 虽然我们因着走信神之路 经受的讥笑 毁谤 以及逼迫不少 但我认为 这是有意义的事 是荣耀 不是羞辱 阿们 而且不管怎么样 我们享受的福气 还是不少 阿们 我们跟随神 受撒旦的羞辱诽谤 当我们没做犹大 为神赞助的见证 这苦受得值 是 后来 警察经常找我勒索钱财 还为一些恐吓我说 你的事可大可小 也可以没有 就看你花多少钱了 不然 随时可以再把你关进去 关几年都可以 我心里非常气愤 我没有犯任何的法 警察还一次次地勒索我的钱财 真是一帮土匪 是 后来 我回到半夜被警察撬门的那个家 打开门的瞬间 我惊员了 我惊呆了 气得我差点就晕过去 看到屋子里一片狼藉 所有值钱的东西 包括衣服 被子 日常用品等 都被翻走了 有四台笔记本电脑 还有我的一部价值三千多元的手机 房产证票据 银行存责 工资卡 一条十多克重的金项链 四个金戒指 四付金奥环 还有一整搭的一万元陷阱 全被卷走了 这太过分了 是 剩下的呢 就给你砸的砸 撕的撕 卧室里的木头床被劈坏了 就连床板和墙壁柜门都被拆下来 墙壁上挂的三水化玻璃 和阳台玻璃被打碎了 冰箱和卫生间的洗手棚被砸坏了 就连吃的白面粉都被从面粉袋里给你倒出来 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打坏了 人的满地都是 进到房间你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看着凌乱的家 我心里特别的痛苦气氛 我好端端一个家 竟被警察破坏成这样 我真是恨透了共产党这个恶魔 后来我想到一段神的话 做功于进入八 第二段 什么古代传人 什么爱戴的领袖 都是抵挡神的东西 将天下姿态搅得暗天昏地 什么宗教信仰自由 什么公民合法权益 都是掩盖罪恶的花招 是 为何将神的工作拦住得滴水不漏 为何用各种花招来欺骗神的百姓 真正的自由合法的权益在哪里 公平在哪里 安慰在哪里 温暖在哪里 为何用诡计欺骗神的百姓 为何强行压制神的到来 为何不让神在自己造的地上 任意游荡 为何将神追杀得污震头之地 人间的温暖在哪里 人间的欢迎在哪里 为何让神苦苦巴望 为何让神深深呼喊 为何逼得神被爱子担忧 黑暗的社会 狼狈的看家狗 为何不让神随便出入他造的人间 插摩着神的话 我彻底看透了共产党的丑恶嘴脸 他表面上打着正义的旗号 说什么宗教信仰自由 执法未明 背地里却用各种手段 来抓捕迫害信神的人 是 基督徒在中国 没有一点人权自由 共产党可以随时随地就破门而入 像土匪一样 抄你的家 强行霸占你的财产 所作所为 比土匪恶霸 有过自而无不及 是 我以往对共产党没有分辨 秦深遭受他的迫害以后 我才看清共产党 就是一活仇恨神 抵挡神的恶魔 是啊 不秦深尽力抓捕迫害 还真看不透这些事 是啊 听说你初一后三年没有过上教会生活 警察肯定一直监视你吧 是啊 虽然我从监狱出来了 但根本就没有人身自由 警察 警察总是监视跟踪我 怎么也甩不掉 一次我出门上街 走到半路 想到有东西忘拿了 就想回去取 我一转身就看到 那抓我的警察就在我后面跟着 我去市场买菜 一个警察上前来问我 你一个人咋买这么多菜呀 还问我 你晚上怎么老也不开灯 上哪住啊 听了警察的话 我心里真是恶心反感透了 又感觉很痛苦 整天都提心吊胆 害怕警察随时就来骚扰我 白天上班 我总是把办公室的门 关得严严的 不敢随便开门 晚上我也不敢一个人在家 更不敢开灯了 警察还经常打电话来 问我的行踪 我心里特别的压抑 想见见弟兄姊妹吧 又怕给弟兄姊妹带来隐患 想尽本分的那更是一种奢望 在那几年里 我干什么都没有心思 不知道这样的日子 啥时候是个头 甚至觉得这样活着 生不如死 这共产党真的是太邪门了 是啊 因着警察对我施以酷刑 操家 跟踪骚扰 我不但肉体受痛苦 精神上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从看守所出来以后 我的身体就特别的弱 连续两年身体都要靠吃药打针来维持 记忆力也严重地衰退 常常忘东忘西的 想想没有被抓捕之前 我的身体一直很健康 常常和弟兄姊妹交通神的话 尽本分 是那样幸福快乐 自从被抓后 看不到神的话 也不敢和弟兄姊妹接触 肉体受苦 心灵受煎熬 就在我痛苦软络时 想到一段神的话 是当持守住你对神的忠心 这片里的 既然定准这是一条真道 就得走到底 持守对神的忠心 既然看见神来在地上 亲自来成全你 你就应把一颗心完全给神 不管神怎么做 或许到最后 给你一个不好的结局 但你还能跟从祂 这就持守住 在神面前的真结了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把我从痛苦中带出来了 神要的是我的忠心与见证 也是借着这个环境 来成全我的信心 是 我不能再消去下去 不管受多大苦 我都要持守住对神的忠心 赞助见证来满足神 阿们 于是我跟神 神啊 我看不到你的话 又不敢和弟兄姊妹接触 尽不上本分 心里特别苦 神啊 我愿意赞助见证 尽上自己的本分 愿意带领我 给我开辟出路 后来 我终于摆脱了警察的监视 去了外地尽本分 感谢神 感谢神 遭受共产党的抓捕迫害 虽然我的肉体受点苦 但让我看清了共产党 仇恨真理 抵挡神 与神为敌的恶魔师子 从心里彻底弃绝他 背叛他 经历中 我也真实体尝到了 神对我的爱与拯救 在我遭受酷刑 肉体承受不住时 使神的话语 加给我信心力量 带领我胜过了 恶魔的残害 每次消极软弱 心里黑暗痛苦时 也都是神的话 开启带领我 使我刚强起来 我体尝到了 神话语的权柄威力 对神更有信心了 阿们 不管警察怎么逼迫 我也坚决跟随神到底 也不会放弃 尽受到之物的本分 阿们 感谢神 感谢神 也看到了神话语的权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